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说分数没有拉开 来了 哎呀 开运气步 阿尼一个人走下 上面三个人 一个大气开出来 对抗过来之后 现在是明清处在第四名的位置 哦 但是紧接着赛上跳板的同时 是几题上来 对 应该是路线出现了点问题 紧接着路线上飞点 是 阿毛这边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 这里撞到了甲弯 那现在悟空在前面做一个领跑 身后跟的是上局比赛的第一阿尼 开局不到20秒的时间 两个人送了大餐啊这是 是啊 这一个一号公路 开局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一打一的状况 你后面直接起内线 反超过来 反超过来 悟空在这里吃满自己的被动 紧接着在这里做一个淡气延续之后 看一下这里抓路线 是已经长延续过来 而且跳上来了 还好还好 落地时候看空车再接一个弹射 侧身过来 阿尼也没有失误 悟空依然跟住 悟空这边能够吃到一个后局的特径 但是没能够平时反超 那这个弯道 悟空不好撞 直接走过来 最后一个想弹弹射 但是阿尼的路线影响到他了 再次顶在了悟空的车前就像上一局的过缘归罪一样 那阿尼这两把的发挥太稳了 归的成绩上是没有悟空快的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看四人混战 两个暗要武神 两个雷诺 但是现在四个暗要武神 属性一样的情况下 真的很难做一些极限 诶 凯居起步 一起往左几呀 凯居 宁清还是在第四 第一弹阿毛不好 紧接上墙 三个人同时往前走 第一个弹射 还好 大家的氮气节奏是OK的 都出来了 这里的一个飘飞 阿毛能抓机会的 他这个 能看到前面三个人的过弯路线 啊 这边WCW不来 那落地之后又要卡气了 两个弯道过来之后 这里选择一个弹射 是 前面宁清的话 接弹射反超来到第一名 紧接着 这里又被卡到后 还是应该丢喷了 速度不够 紧接被悟空反超 在落地 放弹气 啊 前面也被宁清影响到了 阿尼 后半段的进行加速爱的位置 没有把自己的赛者属性发挥到最好 再卡一下 这一个小飘稍微可恋强 上到墙之后 来到第一个进到点 做一个暴力 而后面阿尼和阿毛也慢慢跟上了 这个十二分真的不好拿呀 现在的话真的需要很极限的跑 后面没有什么失误点了 都是进阶过 对 还有失误点 悟空这个弯过来之后 看前面飘飞 这里干扰不到 那悟空只有唯一的选择 很稳妥 稳妥 1分30秒拿下比赛 但是阿毛这局又是8秒冲的话 拿到了9分 目前 1分10 目前最快1分09秒53啊 是 而且在场上 就在刚才的记录榜上 有一个完全不属于任何战队的一个ID 是 来了 开局 弹器都有 那落地之后看一下下一个 没关的盘射 稍微一点下来 跟住点刹车 这里两个人同时 但是是第一名就先上墙了 哦 这自己上墙之后紧接着 对于这张王图的12分 那对于阿妮来说 应该是希望渺茫啊 渺茫 今天三张王图过去 可能都没有出现一个12分啊 三个人的撞墙都过来了 四个人也都没有任何问题 小的飘飞落地之后 再拉车 拉一个段位过来 影响了自己比较大的时间 而且后车阿猫也慢慢可以做一个对抗 是 在刚才悟空失速之后呢 其实影响到了一点 阿猫的路线 最少没能形成反超 是的 最后两个弯道了 这里阿猫和悟空跟得很近 再往内线 阿猫直接反超过去 哇 阿猫路线很极限 看一下最后的一个飘飞 四王跳台 关公飘 凝晴这边先落地 抓地比较稳 悟空是撞了下墙 在前面阿猫 阿猫没了 是 阿猫顶到了墙根上啊 啊 这样的话 这一手长城 速度最快的是狮子 然后这个记录里边也有一个神 嗯 对 已经是晋级到我们正赛的选手 是的 看一下第五张图 来了 客举起步 阿猫和宁星两个人稍微顶了一下 宁星这边应激路线挤成第二啊 而且两次的卡系都没卡满 直到现在才把单击卡上 是 是 那现在的话 阿猫在自己的王图开始起步 哎呦 这是想弹吗 不不不 他就是这里没做好 这已经拉开了一个短直道的路线 在几线延续过来 在宁星的话是出来第一名 紧接第二名是阿猫 前面迎清杯汤好 慢慢堪住 再次进入室内两个弹射点 落地之后一个飘飞 隔壁点过来之后 哇 你飘飞了 这一个飘飞 把自己飘飞了 但是现在前面三个人的话距离还是很近 而后面阿猫呢虽然有所拉近 但是他很吃亏地点在什么 哎 他很吃亏地点在于 没有人给他去抵押的特性 但是紧接着刚说完 阿妮现在下来了 有机会了 但是目前的一个距离 对于阿猫来说还不够啊 这一局王图的分数是拿不到了 你看 这两个人明确交错了 但是现在交错的话 这个王图的分数还是拿不到 因为现在前面宁星太稳了 而且 最后对于他难点来说 只有弹射和飘飞 还有十秒就要充现了 对于阿猫和阿妮来说 这个再次交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就会往下走 是 来了 开局 开局一波测证过来 再接弹射 你看悟空开局起步的话 还在第二名 这个位置不错 但是马上他就无了 赵马上你说的 上了火车之后 确实啊 因为赛车的差异太明显了 再弹射啊 来到第一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突然间一下子借力 哎 刚才真有一点四两步千斤的感觉 他的弹射感觉是有一点点 倚在其他人车身上弹出来的 对的 但是不要慌 紧接着你看在这一段路 双声战声开始发力 现在的话阿妮处在第三名 看有没有机会就会 哎呦 把宁星先卡上去了 这一波卡上去之后 悟空两管氮气 虽然说还是会被超越啊 但是可以度过第一圈的尴尬 这边再通过一个内线去卡 卡到了阿妮 但如果宁星借力 又回到第一名了 这一局比赛进入到第二圈 看一下悟空的一个个人表现 悟空起舞曲 第一圈表现得很好 哎呦 这边底下怎么回事 似乎是氮气刚才没卡满 感觉是多卡了一下气 再接弹射 悟空第二圈的中期还在第一名 难道说 不好说 再上来啊 往左边 虽然这边往这边靠了一下 但是落地之后的一个延续 所有人都在这里放了氮气 往左靠小路线再往右插 内线再卡一下 连续两次卡路线 但是这一个路线没有卡好 被卡到了 这样的话悟空手里只有一管氮气 不过牛球前面 血其实也不好 又把路线找了回来 都往右走 但是阿毛似乎被影响到了 只走到了左侧 而这一局拿到了一个时空之一 你跟了一个十分 而且拿了个第三 哇 这不就有了吗 这 对吧 刚才怎么说的 你拿出双声战神去打故人归罪 你最后要达到的就是 最后他还有选出权 同时就是这张图真的是能往后留 但是凌晴的气是三个 前三个人当中最慢的 前四个人 安妮这边再从内线卡 但是气没满 再稍微卡下气 阿毛现在还在领先的位置 四个人一起跳过来 这里两个人卡着入弯 入弯的时机会比较早一点 大家好在这里点了刹车过来 能飞越过来 一个低平的飞越 前面阿毛是已经被凌晴给反超过来了 看这里的跳台点 都往右飞 飞越 四个人一次飞越过来 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没有人在这里犯魂啊 再小甩一下 但是这一个卡位 应该是悟空 把阿尼顶上墙 今天悟空和阿尼 两个人之间的对上非常多 哇 这波 自己的及时止损操作拉满了 但是还是差的和前面的三个人 拉得有点远了 也操作拉满了 但是距离拉远了呀 再做一个暴力 悟空跟住凝青 现在 这对他来说 是一个最好的名次 因为他知道我要 尽可能的拿到这个选图权 第二圈再飞越 但对凝青来说也是最好的 因为他可以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分数扩大 是的 过地之后的一个侧身 好像悟空跟的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 但是他还是跟住了一个十分 而后面两个人的话是九分 是 而且二三名也跳了 对吧 这种选择 就是他不管第九张图 谁选怎么选了 他先把最好的事先拿出来 嗯 但是你跑洛杉矶的话 因为洛杉矶我没记错了 是在第一天阿尼在自己的第九张图选出来的图 嗯 阿尼是敢相信这张赛道的 他这张图不成功变成人 一旦阿尼稳住了 甚至说一旦阿尼如果下张图有选择权的话 他直接反打你一个英国君主 你悟空架不住的 那铁士了 就看这把阿尼能不能够把这个分数跟上 阿毛的话想要跟上前面几位选手的分数差距太大了 而且让洛杉矶很难 开局起步没出来 小飞飞点过来之后 接摔尾 落地之后悟空少磕了一下 直接这个弹射被人抵开 又是阿尼下的手 这两个弹射下来之后 宁青来到了领跑位的优势 虽然说这对于比赛 这两位选手的比赛 下一张的套路来说影响不大 但是还是要尽可能的争个第一 才是最关键的 现在宁青是一种坐山观虎斗的局面 对啊 拿了一个破风最常规的赛车 对 甚至说他可能 在我的理解当中甚至不如进霸 嗯 因为进霸如果出发特性的话 其实赛车非常强 说着就来特性了 嗯 要知道敬霸代言人是谁 嗯 对吧 曾经的亚特反亚 一手反亚真的是 让我们所有人都记住了敬霸 这两个字 随着我们这么浪啊 你看现在悟空名思在第四名 第四名 而且现在距离阿尼的话 极大概率是有一个千秒的情况的 嗯 那这样的话你们两个打平 下张图还是悟空来选 哼 这个局面很奇妙啊 最后没有问题 四名选手一次冲键 宁青还能拿到第一名 这样的话领先的分数进一步扩大 哇阿尼的话应该是跟了一个 九妙啊 不管如何 这张图应该都是悟空来选了 那这一首清元春拿到了 昨天省下来的 预言神兵啊 哎呀你这个人记仇呢 怎么 又不是记仇 乞了 主要是昨天对悟空来说真的太可惜了 对 过去让他过去 对今天拿到了这一首赛道选择权的优势 就看最后一张清元春能不能够发挥出来 明清这张图也很光怪 拿了一个指挥官 他就是要容错 对 他就是需要把自己的这几分 四分的一个优势保持住 这个清道走进来之后 阿毛在前面做一个领导 现在阿毛先行阿尼的话 又是一个偷飘 把悟空让过去之后 阿尼这边再被对抗 这一个飘移影响到了自己 明清上来之后 直接是把阿尼的这个飘移断掉了 撞到左侧点了复位 现在的话 二和三之间拉开的分数是比较大的 但是悟空毕竟不是第一名 他现在非常需要第一名 这个十一分 看阿尼现在掉到第四 其实这对于阿尼来说很难受 而且前面还有一个 宁清在这里卡着 这本身就是一个跳秒的小地图的存在 他们两个如果继续卡的话 最后悟空真的就是 闻二了 坐手于力了 是的 前面阿尼 看看感觉还有机会 又给了一个机会给到悟空 最后一个进到跑 悟空借进到 直接反超过来 没有任何问题 其速度有问题 够谁更快 没有问题 差一点点就差0.0几秒 最后的话 恭喜悟空是稳住了 在本组第二的一个成绩 分数应该不够反超宁清的 但是可以稳坐第二 是啊